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那今天推荐给你的是我们的日更课程 卓克科技参考的第二季 这门课程是今年1月份刚刚开始更新 它的使命是帮助你跟上科技领域的新变化、新趋势 让你和全球科技前沿同步 今天分享给你的这一讲,讲的是折叠屏手机 2022年你可能会观察到一个变化 就是身边开始有人换上折叠屏的手机 折叠屏这个曾经有点科幻的概念 现在正在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 那为什么这项技术不然开始普及 为什么说折叠屏是今后手机竞争的主战场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卓克老师 他是怎么说的 好,有请卓克老师 你好,欢迎回到科技参考 我是卓克 智能手机的爆发式增长是从2007年苹果发布iPhone开始的 当时安卓阵营的硬件领先者一直是HTC 软件上的领先者呢,当然是谷歌 之后从性能到屏幕,再到摄像头,再到充电速度 可以形成短暂优势的技术一波接一波 有些企业开始很厉害,但之后掉队了 也有些企业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增长 但到了2019年之后,他们的增长也明显放缓了 这个时候很多厂商为了增加卖点 开始在一些不实用的角落花大成本 有人管这个叫做智能手机行业的内卷 比如说拼命的增加充电功率 现在竟然飙到了120瓦,15分钟能从零充到满 虽然充电快一些确实更方便一点 但用户很少对十几分钟就能充满一个手机 这样的功能有强烈的需求 而且这个功能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就算不提这个功能带来的价格变化 只看电池,也因为是为了大功率充电设计的 能量密度有所降低 本来同样的体积可以支持5000毫安时的电池 那为了支持120瓦的充电 电池容量不得不降低为4000毫安时了 于是续航能力随之降低 竞争恶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利润率的降低 今天很多2000多块钱的手机 配置其实非常高了 但这都是厂商的无奈之举 于是今天我们也看到 很多手机厂商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市场 最火热的就是转向电动汽车 和芯片的领域 不过从2022年起 手机竞争将会有良性化的趋势 因为一个新的领域开启了 那就是折叠屏 这个方向的竞争会暂时缓解 手机行业缺乏创新的局面 因为折叠屏会导致 手机在软件和硬件上 都做出很多有意思的变化 就好像从零起重新设计了一个手机一样 折叠屏手机的元年是2019年 那一年年初 三星宣布推出Galaxy Fold 但是上市前送册的各媒体 用来宣传的那个样机 大都出现了屏幕破裂的问题 结果把这个在材料学 机械结构上多点突破 集中展示实力的机会给搞砸了 正是产品的发售只好延后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华为Mate X身上 两个品牌都是高调的发布了 第一款折叠屏手机 但随后又延迟了半年 才发布了正式产品 而其他品牌呢 甚至连可发布的PPT都没有 可以说折叠屏手机元年 大家是举步维艰的 而在2020年里 摩托拉拉三星华为 又推出了几款折叠屏手机 2021年里 小米OPPO也有了自己的折叠屏手机 其中很多型号都可以看作是 之前第一款折叠屏的改进版 比如说华为的Mate X 升级成XS 三星Galaxy Z系列 就是Fold的衍生 为什么折叠屏会是 未来几年手机的主战场呢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 从前的折叠屏旗舰机定价很高 接近两万块钱 但即便这样 手机厂商竟然还是不赚钱的 魅族的副总裁给媒体算过一笔账 正常的5G手机 零件的成本合在一起 按3000块钱算 而折叠屏幕由于产量少 成本按200美元算 再算上电池 所有元器件的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 由于结构特殊 很多需要重新开模 设计难度也更大 所以保守的估计 按研发成本1.5亿人民币算 如果是1万台的销量的话 光是平摊下来的研发成本 每台就已经15000块了 再加上刚刚算的5000块钱的零件费用 这就已经2万块钱了 所以售价19999的价格是真不赚钱 但今天的折叠屏 由于之前多个型号的试错 在如何实现折叠 保证折叠次数 怎么控制重新等等设计上 已经有了成熟的套路 市场售价竟然已经降到了六七千块钱 这就足以说明 量产的数量已经不是1万台了 而很可能是几百万上千万台的数量级 于是研发费用被进一步的谈薄 云到每台机器上 大约就只有一二百块钱了 大体上来说 任何一个全新的产品的年销量 超过一千万台 这都是它将要成为主流消费品的标志 而折叠屏手机卖了多少呢 具体销量数字是这样的 三星的折叠屏手机 目前有两款在售 一款FOLD3和人民币一万两千元 一款是FLIP3和人民币六千五百元 这两款是同时上市的 一个月之后 两款合计销量是超过一百万台 预计全年的合计销量会超过九百万台 而三星在之前的两年里 还推出过实验性质的FOLD跟FOLD2 还有FLIP 如今的全部停产了 其中FOLD一共卖了五十万 FOLD2跟FLIP一共卖了一百五十万 显然三星第一代可以盈利的折叠屏手机 是从FOLD3跟FLIP3开始的 有新闻报道 三星计划把折叠屏手机的产能 提升到每年两千五百万台 而国内卖的最多的是华为 从Made X到XS再到X2 也已经总共卖出了两百万台 而且华为靠这个系列的折叠屏手机 已经实现了一百亿人民币的利润 这也是为什么OPPO最近推出了7699元的Find N 折叠屏手机的原因 因为可靠性 可用性跟成本上 折叠屏都刚刚卖过了大规模量产的门槛 折叠屏手机比传统手机有着更好的利润空间 但目前它的具体设计 还没有在各个细节上达到统一 于是该怎么设计才是最好的 就是今后几年手机厂商的主战场 我们可以从一个 不太引起大家注意的设计细节来看看 折叠屏手机在设计中将有多少的不同的选择 这个细节就是外屏的长宽比 这是怎么回事呢 折叠屏手机可以分为外屏和内屏 外屏就是不用展开 直接可以看到的那块屏幕 内屏呢 就是展开之后看到的那块大屏幕 而仅仅是外屏的长宽比 就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技术路线 从现在的趋势看 外屏的长宽比可以分成两大派系 一个派系是支持外屏式长条形状的 比如说三星跟小米的折叠屏手机 那个外屏的长宽比都接近3比1了 看上去呢 有点像个遥控器 外屏用起来的使用感受 跟iPhone mini是差不多的 这样设计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对成本的把控 因为这么切割浪费的屏幕原始材料是最少的 而另一派支持的 是外屏使用起来跟传统非折叠屏手机 安卓旗舰机式一样的感觉 不能像遥控器那么窄 为什么外屏尺寸的选择这么重要呢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展开之后 内屏的比例和相关的应用设计 比如说如果外屏是长条形状的 那么其实外屏就不会担任主要的操作 它的功能就更类似于一个信息流的辅助显示的角色 这样的手机用起来 最常用的APP都需要展开屏幕才能操作 而展开之后的屏幕比例呢 接近当前平板电脑的屏幕 这样一来 很多APP在这种折叠屏手机上做界面设计 直接就可以去参考平板电脑上的设计规范就可以了 而如果外屏的长宽比接近于传统的旗舰手机呢 那么内屏展开之后 就正好是两个传统旗舰机的屏幕 左右各一个 于是很多APP的界面设计也不难做 它直接搞成左右分屏模式就好了 比如说微博的话 那就是左边一列 右边一列 电子书呢 就是左右各一页 虽然两个派别都各有其道理 但从屏幕显示内容的效率上看 后者的前途会更大一些 因为平板电脑的显示模式 依然局限在单窗口的操作逻辑上 而能彻底的分屏操作之后 不光是APP 连操作系统都可以考虑支持多窗口 多任务的操作 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你同时拥有两台手机那样 左边回着微信 右边刷着微博 这岂不是更有吸引力啊 而且后者这种比例生产出来的手机 合上屏幕之后的使用体验 和使用一台传统的旗舰机 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于是呢 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一台传统旗舰机 和一台折叠屏手机 折叠屏手机还有一大难点 就是怎么避免折痕 这个任务50%要由屏幕承担 40%要由铰链承担 10%要由其他的设计承担 并不是一块好屏幕 就能保证没有折痕的 不过当前屏幕的提供商 还没有谁有实力和三星竞争 于是铰链的设计 就可能成为各家的突破点了 但只要一个设备上 有了重要的机械受力部件 就会导致一个挠头的问题出现 那就是限制了研发的灵活度 从前手机研发会出现这样的意外情况 整机的研发经历了一年时间 到了结尾的时候 突然有了新的芯片发布了 性能更好 发热更低 而针角定义啊 还跟当前研发用的款式是一样的 于是呢就可以直接升级 用更好的芯片了 但是等有了铰链之后 这种临时的升级动作就未必能做了 因为铰链拖着折叠屏的两侧 有的还要提供维持张开角度的功能 而且开臂的动作跟动作幅度 力度啊都是在追求 十万次重复操作之后 没有太大的变化 于是真正跟机身结合的很好的铰链 是从一开始设计就要严格的依据左右两侧的质量分布测试研发的 一款折叠屏手机开发结束的时候 不单芯片的型号固定了 连重量的分布也得是固定的才行 这个精度甚至都可以精确到0.1克的程度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新的芯片 也不方便随意的改动 因为重量不一致 比如说在研发的末期 突然决定换一个更高容量的电池 那这种灵活的调整 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说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哪怕电池的性能再好 也不能做 对消费者来说 折叠屏手机也会出现很多新的有用的功能 比如说视频弹幕吧 就不用都飘在画面的区域了 当你展开了内屏之后 视频的上下会流出很大的黑边 那么就让弹幕在那里飘着就好了 其次呢就是多应用同时开启 这个功能甚至可能威胁到笔记本的销量 还有一种新的用法 就是展开内屏之后 用整个手机的背面对着自己 这个时候内屏是朝外的 但是外屏和后置摄像头 是同时朝向自己的 于是呢就可以用后置摄像头自拍了 这比前置摄像头拍的效果好太多了 另外手机支架的必要性 也不如从前那么大了 毕竟内屏的一半 就可以支撑起整个手机 那么用另一半看视频也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折叠屏手机的大战还没有开打 但大幕即将揭开 你的下一台手机 很可能就是这样一台折叠屏手机 好 我是卓克 咱们明天再见 好 内容听完了 我是罗胖 卓克科技参考的第二季刚刚上线 现在正式加入的最好机会 如果你想跟上科技领域发生的新变化 抓住正在爆发的科技新机会 推荐你在我们得到的首页搜索科技这两个字 加入卓克老师的科技参考 这门课程的第二季 好 罗胖精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